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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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下个月初举行的国际七人篮球赛 至今卖出约六成门票 杨德强指 篮球总会已经预料海外观众较往年少 由此考虑到进食时除口罩的时间较长 观众同时除口罩传播风险更大 因此禁止观众值进食 单容许饮用饮品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说 政府应该审神观察零加三入境检疫的数据后 再决定何时放宽至零加零 即是旅客入境棉检疫 这个速度可以走得几快 我们要看究竟我们一步一步 例如以零加三的话 我们香港究竟严重的个案 严重的死亡个案 有没有上升 我觉得我们香港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给我们的中国大陆 我们的国家看到 究竟现在我们行这个政策 那个公共卫生政策 是不是能够可以令到我们 可以尽快去复尝 而并没有令到我们整体的人口 能够增加了不必要的死伤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先看到这个数据 行政长官尼家超将会在下星期三 发表上任后首份施政报告 陈家亮希望政府可以考虑 就本地医学科研设立凝证机制 并在大湾区落实药物固形机构 令本港医药可以带到全世界 司法机构逐步加强法院的暴案 其中湾仔区域法院 由今个月28日起 所有人进入法庭前 需要接受手提金属探测器检查 也不得带水或饮品入内 司法机构说 新措施是要防止有人将刀 剪刀等违禁品带入管制范围 由于检查程序需时 呼吁法庭使用者提早到法院 另外 西九龙裁判法院现时已在公众地方 装设闭路电视摄录 下星期一起会扩展至所有法庭 防止庭内有违规行为或事件 司法机构会逐步在其他法院大楼 加强保安安排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升至近两年半高位 国家统计局公布 9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按年升2.8% 在2020年4月以来高位 升幅较8月增加0.3% 但略低过市场预期的升2.9% 其中食品价格按年升幅8.8% 按月升幅也都扩大至1.9% 至于反映上游通胀压力的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按年升0.9% 升幅较8月回落1.4% 主要由于国际原油等大中商品价格 继续下跌 工业品价格走势整体下行 疫情缓和食肆生意陆续复尝 但有业界说时薪出到100元 都是没有人认证 为什么有工没有人做呢 有业园说人手不足的问题 困扰了行业近10年 有什么方法改善呢 欢迎收看时事当面看 据了解最低工资委员会达成共识 建议时薪由现在的37.5%加到40元 最快在明年5月生效 但饮食业界说 疫情期间流失6万人手 现在想再请人 最低工资已经吸引不到人入职 在人手不足之下 有时甚至有生意都不敢接 疫情转趋稳定 加上消费券大动消费异欲 黄大仙这间酒楼 即使是平日的中午 都几乎全场爆满 每个员工都忙到没有停手 生意的东西很难过 有时多两三台来 或者多三四台 因为你不能预测到 生意生意 生意恢复得七七八八 但员工人数就有疫情前的过百人 流失近一半 现在只剩下五六十人 可能人手是几个 但那便走快步 是辛苦了 我们很想辛苦 辛苦即是有生意 酒楼负责人就形容 各个部门人手都是严重不足 疫情影响之下 人手还是买少见少 尤其是那些下四门人 就是你的楼面 集工 叫了一些菜 可能要超过半个小时才来 至类接下来 有时客人陪三参与 使用货币有些 walking 不明白 我有錢來消費 你們好像怠慢了我 但這些任何一個食店都是不想的 但人手不足 我們都無法 長期不足員工胡朱說連經理都要加班 但久而久之會造成惡性循環 現在的經理很辛苦 有幾時他們收了工後 自己都要加班做多一兩個小時 做些下難事 以前經常說連碗都要洗完 他們現在真的又要掃地 洗廁所都要做 考富難為無謂催 自己能夠捱 捱得多久 自己一直是這樣來加班 他們加一個月 很辛苦 他們無法頂第二個月 所以有些都唯有放棄 政府近期放寬食肆 會台人數上限至12人 現會人數上限至240人 入境限制都放寬到0加3 本身是現代管理飲食專業協會會長的胡朱說 一方面希望當局加強宣傳 吸引遊客來王大先玩 不過另一方面因為人手問題 他們都不敢接太多大型宴會 我們很慎重地來考慮 有些生意有幾時 我們都不敢亂接 例如有些叫我們到會 人手不足 我們都無法做 首席那裏就是盡量我們自己找幫工 或者是自己的員工來加班 看看如何解決它 有些太過虛耗人力 我們做不到的 我們都要放棄 生飲聯業協會就說 全港有大約1萬6千間持牌餐廳 疫情前已經欠缺近2萬人手 現在供求差距進一步擴大 整個行業是需要大概28萬的從業員 疫情之前我們有26萬的從業員 但直到現在只剩下20萬的從業員 可以想像中 流失了6萬的從業員 對餐飲業界的影響確實是很大 有不少的食肆都已經是採取一些電子化 盡量去減輕人手的情況 但也不是一時三刻也是可以立法解決的問題 本港最新失業率是4.1% 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就高達6.7% 不過黃家和指出 現在不少餐廳都有大量空缺 即使高薪請人都沒有人認證 每個員工的時薪可以上到100元甚至以上 特別是做一些宴會的話 如果是需要有經驗的人士 甚至去到120元以上都有 就算是查餐廳頭面的經理也好 過往來說大概是2萬元鬆一點 現在要給到接近2萬8萬 甚至有些要給到3萬元 如果要重聘這些有經驗的人手 其實都不是那麼容易 為了請人 他說部分僱主更加增加介紹費 靠現職員工來幫忙介紹 有些老闆也都是真的會給一些介紹的費用 來盡量吸引周邊的朋友也好 或者道士去介紹他所相識的一些朋友 會不會有興趣去做這份工呢 有工會說現在行業平均薪金明顯改善 但工時和工作量不相似 令到不少人卻步 出現10個瓶9個蓋 10個瓶8個蓋等等 這些情況 即使待遇提升了 但到處都不夠人手做事 變成你的工作量始終都是 好像追不上你的待遇 長時間來到其實都形成了一些壓力 可能有同行會問我這麼辛苦為甚麼 疫情期間政府曾經多次今晚試堂食 辣令酒吧停業等等 不少餐廳和酒吧 要求員工放無薪假甚至裁員 李貝特說這些經歷 令到不少同行對前景失去信心 決定轉行 以前我們入行做飲食 從來都不會擔心失業的 這三年就看到原來不會的 到現在你找我回去 真的會考慮會不會還有 touch wood 第六波 或者是其他的issue 令到我又要停工呢 如果我已經有一份收入 找到其他工作 我也都適應了的時間 要再跳出來 其實真的不是那麼容易 李貝特加入飲食業超過20年 他說一直以來 餐飲業都被標籤為基層工種 很難吸引年輕人加入 他期望資方除了加工 亦要思考如何升級轉型 支持從業員長遠發展 但在香港這個 我不知道是經濟結構 還是社會的環境 似乎我們還是維持在低技術工種的範疇 這件事可能真的要透過提升服務的質量 整體業界一起去做 官方如果經常問 我們已經出到一百元 我出到二百元去請人 你都不做 是你不對 有否想過其實是你思考的角度 其實不是切中那個要害呢 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形容 人手短缺問題困擾業界近十年 擔心情況持續會削弱本港的競爭力 我們不停地因為不夠人 要去提升工資 現在這個已經是去到一個 影響我們的競爭力的問題 很多我的茶餐廳 其實生意不是好 都要加成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 正正人工高 人工去到三成多 現在分分鐘就提升到四成 那麼高的人工是窄外了外國 投資者上來香港開食肆是會有困難 他覺得要解決目前困局 最重要是政府在抗疫路上 給到市民希望和信心 就真是看看如果今屆政府 真是不走回途路 大家不用擔心 現在業界的人工又是這麼多年來 在這二十年來我未見過有這麼好的人工 這個我覺得希望可以吸引多些人回來 但他認為本地人力資源始終有限 建議政府長遠都要研究 容許飲食業輸入外勞 外勞是令到餅可以做大 就不是說外勞來了繼續在這個小餅裏面 和香港的員工去壓抑他們的人工 就算有工會的代表為了鬧而出來鬧之緣 但是長遠香港政府不處理好我們的人力資源 其實對整個社會都不是好 時事多面看今集時間夠了再見 問題 聲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已经加快处理超过50多宗 案情严重的约疑案 对于强制举报约疑个案立法 下个月会提交立法会咨询 警方支持相关法例 香港马拉松春年2月12日举行 参赛的名额暂定2万5千人 体育专员杨德强说 如果疫情向好可能会有更多调整空间 又说零加三的检疫安排 对海外的跑手影响不大 例如如果一些马拉松的选手 他来到的时间可以早几天来 接着头几天他训练 因为在户外训练 影响相对是小一点的 所以他们都联络着海外跑手 希望有多些海外高手可以来参加 当然田径组的角度 都希望就说如果疫情许可 可以再进一步增加 这个我们都要视乎 未来几个月的情况 到时会再检视 希望疫情是一直向好 就会有多些检讨的空间 至于下个月初举行的国际七人篮球赛 至今卖出大约六成门票 杨德强说篮球总会已经预料海外的观众 比起往年少 又说考虑到进食的时间 除口罩时间较长 观众同时除口罩 传播的风险更大 因此禁止观众值进食 但是容许饮饮品 众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说 政府应该审慎观察 零加三入境检疫的数据之后 再决定何时放宽到零加零 即是旅客入境免检疫 这个速度可以走得几快 我们要看究竟我们一步一步 例如以零加三的话 我们香港究竟严重的个案 死亡个案 有没有上升 我觉得我们香港 把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给我们的中国大陆 我们的国家看到 究竟现在我们行这个政策 那个公共卫生政策 是不是能够可以令到我们 可以尽快去复尝 而并没有令到我们整体的人口 能够增加了不必要的死伤 这个我觉得我们要先看这个数据 行政长官李家超 将会在下个星期三 发表上任后第一份施政报告 陈家亮希望政府可以考虑 就本地医学科研 设立认证机制 并且在大湾区落实药物背认机构 给本港医药可以带到全世界 转体财经消息 港股迫近万七点关口 今晚美股做好 大市根徐外围高开2882点之后 升幅扩大到超过550点 药业股有追捧 约名生物升超过8% 众生制约升7% 汇控股价重上40元以上 科技指数升超过3% 科网股做好 美团、小米和阿里巴巴都升超过4% 内房和物馆股跟随大市向上 碧桂园服务升7% 龙湖集团和碧桂园升超过半成 恒生指数中五收市部16942点 升553点 总成交超过501亿 最活跃港股 腾讯控股升9.8 美团升6.6 营赋基金升5.3 药名生物升4.9 阿里巴巴升2.9 港交所升2.2 恒生中国企业升1.8 汇丰控股升2.5 友邦保险升3元 招商银行升7.5 看完蓝筹股 汇丰控股升2.5 友邦保险升3元 中国移动升2.5 港交所升2.2 中华煤气升1.1 恒生科技指数 报3282点 升124点 内地股市 上证综合指数升47点 深证成分指数升229点 内地上个月通胀率 升到近两年半高位 国家统计局公布 9月内地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按年升2.8 是2020年4月以来的高位 升幅比起8月增加0.3个百分点 但落低过市场预期 升2.9 其中食品价格按年升幅8.8 按月升幅也扩大到1.9 至于反映上游通胀压力的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指数 按年升0.9 升幅比起8月回落1.4个百分点 主要由于国际原油等等 但中商品价格继续下跌 工业品价格走势整体下行 前有四个阵 稍后回来有其他消息 回来新闻时间 就政府废除两万多张免针指提出的司法覆核的郭卓坚 不获法官资助 向高院提出上诉 对于法官署说他不是持份者 他说会尝试联络持份者加入诉讼 大律师昨晚都跟我开会 就说如果有找到一个拿着医生子的持份者 就曼蒙一失了 这件事就赢了 很多大律师都是不是一定在前的 大家因为你知道影响得多大 他说早上收到一名女士来电 说愿意加入打官司 但他本身手持的免针指 并不是涉案的七名医生签署 郭卓坚又说 资深大律师潘熙 除了答应协助就法官被他上诉 也都会协助今次的司法覆核案 司法机构逐步加强法院的保安 其中湾仔区域法院 由今个月28号开始 所有人进入法庭前 需要接受首提金属探测器检查 也都不得带水或饮品进去 司法机构说 新措施是要防止有人将刀剪刀等为禁品 带入管制范围 由于检查程序需时 呼吁法庭的使用者提早去到法院 另外西九龙裁判法院 现时已经在公众地方装设闭路电视摄录 下星期一开始 会扩展到那个大楼入面的所有法庭 防止庭内有违规的行为或事件 司法机构会逐步在其他法院大楼 加强保安安排 疫情期间如果有院舍出现爆发 确诊院友和密切接触者都需要撤离 消防处联同基电柱 改装4架24座的客车 加快转送臥床的人 第五波疫情爆发 不少院舍出现个案 大批院友或者残疾人士需要撤离 他们是由消防处 性药汉救护机构 医疗附车队和医管局接载 截至9月底已经处理超过1500宗个案 接载大约5300个院友 消防处说院友大部分都要外床 但是一般救护车最多只有两个外床位 于是联同基电工程署改装4部新引入的24座载车 其中一架改装好的车可以摆放4张台床 车尾配有可以供升降救护台床的电动尾板 如果我们没有动用这些车辆的时候 可能我们任何的机构和部门所动用的救护车 其实他们要做下一次回第二、三、四转去做的 将一些院友一个整合 究竟我们配哪一架车去帮忙去做 绝对不会有等齐人我们才开车 现在这些相关的设施都是在大嶼山 所以路途比较长一点都是一个因素 每部运载车的改装费大概是50至60万 消防处说疫情回落的时候 这些车可以恢复载客用途 消防处说这架改装好的运载车已经投入服务 目前注售在何文田救护站 而其余三部也会在今年内陆续使用 无线电视记者黎慧宜报道 内地新增1,259宗新冠病毒本地个案 新疆占最多有330宗 内蒙古237宗 呼和号特使占大约一半 而广东新增74宗 32宗是深圳发现 广州有16宗 大部分属于社会面个案 华道士宣布今明两日进行每日一轮全民核酸检测 而海珠区就是今天展开第二轮核酸检测 另外上海新增49宗 北京也有24宗 其中3宗经社会面西查发现 其余病例分布在重庆、山西等地 先有四个鎮 转头回来有另一次新闻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